哈喽大家好,我是Gary,那上次一个不晓动视频特别说了大家欢迎,那这次的话,Gary教大家怎么补一个超过7厘米的一个大洞 首先第一步啊,每次Gary视频都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第三步都不知道哪去了 好,第一步先把它切成一个比较硅子的一个长方形或者一个正方形,这样的话比较方便我们到时候去取一个drive wall的一块,硅整的一块能够贴合上去会比较好,密封会比较好一点点 来啊,接下来第二步啊,这是第二步,大家拿两根木条,然后放在这个drive wall的后面把它固定住 然后用的那个就是螺丝的话,你可以用专门的drive wall的一个螺丝,因为这样的话它就不会突出来 然后Home Depot都有买,大家可以看到大概20多刀的话就有很多盒 OK,第三步啊,这是第三步,去挑选一个drive wall,在Home Depot反正都有,大的小的都有 然后因为Gary教里面有这种小板子,所以说我就不买drive wall,但是如果你们的话最好还是买drive wall,不要学Gary用这种板子 这种板子的话后面的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好 然后你测量好那个动力长方形的一个尺寸,然后把它画在这个drive wall上面 然后最好是要精准一点,把它贴合,完全贴合在这个洞的一个里面 不要学Gary,我太难了 然后把那两个螺丝分别钉在两个木条上面 然后用这个mesh tape,就是网袋把四周都给它密合上 这样子的话,这个网袋能够帮助它这个就是墙逆子啊,能够精进的贴合在上面,不容易掉下来 这个板子是前方主用来遮这个洞子,特别不好看,丑死了 然后这是第几步啊,第五步还是第六步,第五步吧 然后用这个墙逆子吧,这个周围那个边边角角全部都像我上次跟你说的那种小洞那种感觉 全部都把它糊一遍,千万不要有凹的地方 然后用磨砂纸磨一遍,然后再用墙逆子再涂一遍,磨一遍 然后搞得非常非常的光滑,然后懂我意思啊,大家都啊 那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再回去看我之前那个不晓得那个视频,你就会没办法的意思了 就光滑就OK,特别光滑,让它干掉,完全干掉,完全平滑一点 最好是用drive wall,去home depot买drive wall 然后你这个guide的话,这个就已经差不多成型了,然后都已经干透了,我就滚,开始滚 不是我滚了,我用那个roller滚,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又差不多一个成型的一个样子 你不仔细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还是有点凸,就是因为我没有用drive wall,大家一定要用drive wall,就这样子 那接下来如果,接下来那个视频的话,可能下一次我会讲用patch,就是比这个洞稍微小一点 然后又是比那种小洞稍微大一点,那种中等洞应该怎么补,到时候带大家来看看 就如果你觉得那个墙没有补平的话,一定要用那个强力就sparkling,然后再用沙子去磨一下沙纸,100g的沙纸去磨一下就OK,一定要弄平一点,这是最关键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是第几步了,那下次再见吧 欢迎关注点赞收藏评论,了解更多多伦多发生在你身边的事 请不吝点赞收藏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